虚拟风神 第一章 神秘的礼物 陈毅是一名普通的大学生 生活平淡无奇 然而 一个神秘的包裹改变了他的一切 包裹中是一个最新款的虚拟游戏装置 上面写着 风神 这款游戏还未上市 陈毅惊讶地看着这份神秘的礼物 不经心生好奇 这是谁送的 为什么会提前收到 陈毅思索着 却找不到答案 他决定不再多想 打开装置 开始游戏 第二章 特殊的村庄 当陈毅带上虚拟装置后 眼前一片光芒 随即出现在一座古色古香的村庄里 这里没有其他玩家 只有他一个人 村庄宁静而神秘 四周环绕着青山绿水 似乎与现实世界完全隔绝 陈毅尝试下线 却发现无法退出游戏 心中惊慌的他 只得开始探索这座村庄 他遇到了一位自称为引导者的老者 老者告诉他 这里是 封神的世界 他的任务是修仙封神 这将影响到现实生活 这到底是游戏 还是现实 陈毅不禁怀疑 但他明白 当务之急是适应这个世界 完成任务 第三章 修仙之路 陈毅在村庄中修炼 学习各种法术和技能 随着时间推移 他逐渐掌握了修仙的基本技巧 这个世界的规则与现实截然不同 他需要不断挑战自己 提升实力 某日 陈毅发现了一本古老的秘籍 书中记载着强大的封神之术 老者告诉他 这是封神的关键 只有掌握此术 才能真正改变现实 封神之术 不仅仅是游戏中的力量 更是现实中的影响 老者意味深长地说 第四章 现实与虚幻 随着修为提升 陈毅渐渐发现 游戏中的变化开始影响现实生活 她的身体变得更强壮 思维更加敏捷 甚至能够感知到现实中的灵气流动 某日 陈毅在现实中遇到了一名神秘女子 她自称为灵史 是 封神 背后的力量派来监视她的人 灵史告诉她 这款游戏是为了选拔现实中的修仙者 寻找能够改变世界的封神之人 你的每一步 都将影响到现实中的命运 灵史冷冷地说 陈毅明白 自己已经无法退缩 只能继续前行 第五章 特殊的规则 封神 的世界中 有许多特殊的规则 每一步都充满挑战 陈毅发现 只有通过这些规则的考验 才能够逐步揭开游戏的真相 一次次的挑战 陈毅不仅提升了自己的实力 还逐渐明白了这个世界的运行法则 她发现 封神之术不仅仅是力量的象征 更是一种责任 修仙封神 不仅是为了自己 更是为了守护这个世界 陈毅心中暗自立下誓言 第六章 决战封神 最终 陈毅面临着封神之路的最终考验 她需要在现实和虚拟之间找到平衡 将两者合二为一 这一刻 她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但也充满了决心 在最终的决战中 陈毅面对强大的敌人 展现出自己全部的力量 灵使在一旁默默观察 心中也为陈毅的勇气和智慧所折服 你已经超越了游戏的界线 成为真正的封神之人 灵使轻声说 陈毅终于成功封神 她的力量不仅改变了游戏中的世界 也深刻影响了现实生活 她成为了一名真正的修仙者 肩负起守护世界的重任 第七章 新的开始 经历了封神的考验 陈毅重回现实 发现自己已经不再是那个平凡的大学生 她拥有了超凡的力量和智慧 成为了一个真正的修仙者 她知道这只是新的开始 未来还有更多的挑战等待着她 但她已经准备好了迎接一切 陈毅站在城市的高楼上 俯瞰着这个繁华的世界 心中充满了希望 她知道无论是游戏还是现实 修仙风神的道路才刚刚开始